已經包編了嗎? 對 已經包過 沒有 這個是實際尺寸 實際尺寸 那這個編 這個在裡頭囉? 對 這個棉就變成在裡面 來 它是實際尺寸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你們要把棉剪成實際尺寸 然後珠針固定以後翻過來 記得要用珠針固定 然後呢 這個我們燙棉的東西 對 紙形的大小 記得燙棉的東西 你不要壓下去 它就扁了 那棉被壓死它就蓬不回來了 我要先講 所以有些東西你就是像這樣的話 你就要手扶著布 在布上稍微慢慢滑 對 就是這個只有靠近這個布 不是壓這樣 而是有點懸空 但它懸空是布 它有接觸到布面 但是沒有壓下去 那你不要這樣子喔 這樣這樣這樣喔 它沒有時間給它接 因為你在那邊滑來滑去 就一下子還沒黏住 它又過去了 所以你就是稍微這樣子 一下下 也不用太久 就慢慢這樣滑 慢慢滑 這樣滑 用蒸氣的會不加那個嗎 用蒸氣的更好 因為我們這裡我沒有用蒸氣 所以你看它都黏住了有沒有 它就黏住了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拿掉 拿掉以後它旁邊你看喔 如果說像這樣子喔 你就稍微再 旁邊就表示 對不起 就表示我們旁邊還沒有走好 你就稍微再弄一下 可是它大部分 你珠針拿掉沒有關係 因為大部分已經固定了 因為我們常常邊會走不到 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因為它是有弧度的嘛 所以你大概你拿珠針完以後 就要稍微看一下旁邊是不是有 沒有走到的 沒有走到稍微一下這樣 這樣就好了 好 它就不會掉了 這樣會的嗎 這樣明天OK的齁 好 另外一個是雞湯